我再做一個 我過去就做一個 那我就直接開始喔 是我們欣賞品牌的 那就是 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章節是 Linear Models for Regression 那這個章節其實主要就是在講就是 Linear Regression 的部分 那它其實會分兩個 兩個算是SF解釋 Linear Models 一個是從 Preventist 的 就是用平衡的東西去解釋 就是平衡的東西 好 另外一種是用Base演 就是用Base的方式去講解這個 Linear Models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我現在是有不用播放模式 因為我播放模式有耗我的滑速 我不知道怎麼叫Spy 所以就先這樣子 那如果看不成就的話 就再跟我說一下 那首先我們第一個來看一下的是 以Linear Models的話 其實我們最常看到的就是 大家其實最有影響的一定就是算這種 就是我現在有一個 function 那個y 那你的 input就是點X 然後它還有一個w 那這個w其實就是 我這個函數的位置 那它展開的時候 可能就會看見是w0 w1 xy 然後一直到wt xd 這是我們最常見證 Basic的Linear Function 那這裡的話 其實我的x其實可以表達成像樣子 那這個大家應該都蠻清楚的 那其實通常我們最常看到的 你會把它拆成這樣 就是你會有一個bias的w0 我不知道有沒有理解 然後再加上就是 其他所有的位置 乘上你的input的X進來 那在這裡的話 其實我們的這個input呢 其實我們會給它一個function 叫做所謂的basic function 那basic function的話 phi of x的話 這個basic function 你可以自己選各種的basic function 那以這個例子來說的話 它的basic function其實就是linear的 它就是x 所以這個basic function phi of x就是一般的x 就是我們input的figure 那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一步的把它 化成就是比較general的form 就是用我們的位置 去呈上我的basic function 那如果你要用matrix的表示的話 就是你位置的transpose 直接去呈上我的basic function 然後這裡的話 其實我們的basic function的話 你可以去各種定義 那以這個來說的話 它是一個linear function 它是 你weight的linear function 那也是你imput x的linear function 因為你的basic basic的function x phi of x是linear 它就是x1加x2加x3 這樣一定加下去 那這個是最基本的 那我們可以去定各種不同的basic function 比如說我們可以定一些nonlinear 那其實nonlinear 我們很常見的 在用的話 可能就是有所謂的poly 然後你有basic的function 那這個時候你的phi of x 就會變成x的翅膀 那舉例來說的話 就會變成是你的weight 乘上相對應的x的四方數 比如說w1乘x 加到w2乘x平方 加到w3乘x三十方 那這個時候你的linear function 你的function就是y of x x of and w的話 這個function就會變成是 它只對你的weight是linear 但你的input就不會是linear 因為你一定會是prinomial的basic function 那有一些更進階的是 比如說你可以把你的basic function 定成所謂的gaussianbasic function 那這個gaussianbasic function 它就是我的phi of x這個東西 你用一個gaussian函數帶回去 所以你每一個x 就是代表你每一個位置的x 那這個就是你的basic function 你可以用你的gaussian表示 那這個gaussian 假設你帶用gaussianbasic function 其實你可以把dm大家應該都知道 它其實就是我的mame 然後你s呢 其實就是我的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我的標本差 然後其實你的mute 就代表說 我這個basic function 它的location的位置 就是你的mute在哪裡 基本上你的韓式的分部 就會在哪裡 因為高是分部的話 它的重點就是很明明 那這個standard deviation的話 其實代表就是 我這個basic function 它的distribution 它的所謂的寬度 就是你的standard deviation 如果越大的話 你的寬度就是寬 所以它其實代表你的 basic function的scale 那這個是gaussianbasic function 那你也可以用skemoid 跟basic function 那其實意思就是 我把我的x當作 我的skemoid函數的input 然後去過我的skemoid函數 那其實skemoid函數 大家應該都知道 它其實就是上下屆次 零到你之間的一個連續函數 那這個其實在dm learning裡面 你也常常會拿來當作 我們的activation function 那在這裡的話 其實它有說提到說 我們的basic function 你可以自由的選擇 那後面的介紹的話 其實都會偏向使用 比較一般的linearbasic function 或skemoid函數 因為其實我覺得應該是屬於 你在解釋上去理解上比較容易 不然其實你的basic function 可以隨便打 都可以 好 那這個是basic function的部分 那知道basic function之後呢 其實我們在算我們所謂的linearmodel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一般其實想要做的事情 其實是我們會有一個fardy t 然後我們會有y 那其實正常來說 我們會有一個所謂的 epsilon 那這個 epsilon 其實就是我們input data的noise 那這個noise的話 我們其實 在這裡的話 其實我們都是把它當作是 所謂的 Gaussian noise 就是這個noise 它其實是有高視分布的函數 就等於說 是我的這個t 那是我的label 那其實就是會 always會有的noise存在 所以你在training的時候 你不可能達到你的loss證明 因為always也非常的會有的 那這個noise的話 我們這邊其實把它 當作是有的高視分布 那這個高視分布的話 其實就可以看 其實大家應該 這有點小 對不起 就是接觸可能有點模糊 那這裡的話 其實這個noise就是像這種高視分布 對 那 像這種高視分布我們有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去推得說 因為其實我們最終的目的 是要拿我的x跟w 然後這個beta的意思 是我這個noise高視分布的 所謂的precision 那它的precision 其實就是我們的 variance 就是那個變因素的導數 其實就是librous分子e 就是precision 所以它其實代表的東西 就是這個sigma 我當分子e 就是我的beta 所以其實我們最後的目標 其實是要 我有一個x 然後我有我的wage 然後因為我要考慮到noise 所以我們會有所謂的beta存在 然後最後的目的 是pre定我的t 所以其實我們最終其實 是要表達這件事情 那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當成 其實就是一個 所謂的有beta 就是我們會存在的一個高視分布 那我的mean呢 其實這個高視分布的mean 就是我的 呃 這是我的linear的function 然後我的標準 它其實就是用我的noise 來道具發表式 那所以其實你看到我們 這個是第一章的圖法 就是它其實在做precision的時候呢 我們的線格長這樣 但是我們的precision 可能還是會借在 就是假設比字典還說 我的x0輸入在這裡 但是我們實際上 我們的precision可能會是 就是在這一個高視分布下 在這一條 我們都有可能 所以我可能是pre定在這裡 有可能是pre定在這裡 因為其實我們的beta 它是有東西存在 所以我們在precision的時候 我們不會是一個 完完全全 非常好的一個 呃 不管是理念 或是哪理念的方圈力 否則我以前會有一個 高視分布存在 就等於說 我們每一個x在地區的話 這邊其實都是一個distribution 而不是一個定值 好 那就是 呃 其實我們最主要 其實是optimal的東西 就是我們想要得到的東西 是 在我有輸入了x的情況下呢 然後我要得到我t 然後我想要讓這個起用 可能因為大概也好 那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最終要知道的 呃 我們最終要求的那個function 可是這邊的話 我們會把它當成是一個 理念 因為其實它不一定是理念 好 那 那 ok 那 這個的話 呃 其實這個 呃 這個的話我們 呃 我們前面有講過就是 我們想要讓這個東西 越大越好 所以其實我們要求它的maximum 那其實求maximum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去求 就是 假設我們現在有一個 0-的x 就是我們的training data 那它的x的話 就是xy到x分 那它 因為它是training data 所以我們會有 對應的所謂的 呃 那個labeling的 的資料 那它可能就是從t1 一直到t2 那這個data 它其實是從 這個distribution 去 抽出來 所以我們拿這個 訓練的時候 我們就是為了要找到這個distribution 但當然就是我們 現實生活中 收集到我們特別不知道 這distribution是多少 對我們就只能 靠這個訓練 data 去近視這個distribution 所以我們其實 真的在求的東西是 我們想要讓這個東西 最大塊 就是我知道 我的訓練 data之後 我的weight 然後跟我的 beta 然後我要讓這個值 做一大化 那其實就是我在做的東西 就是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我們的 like input function 就是指說 我的x w 跟beta 選好之後呢 我要讓我這個t 出現的機率 是越大越好 所以我要求的是maximum 所以我這邊的話 其實是求 maximum 的like input 的值 就是 那 那 那其實 求呢 這個是他求的過程 那求的過程 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我們的目的了 我們的目的其實就是要 把這個like input 去解答值 就是maximum 的話 就是我們要挑我的w 跟 其實就是 對手要挑挡w 我們去年的時候就要挑挡w 然後我們這個 整個like input的方法 去解答化 那我們 因為其實我們like input 其實我的機率分布 其實我們這邊是 用成的嘛 因為各的機率玩球 就是用成的 但是用成的不好求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會取個log 那取log的話 我們成的就變成加的 那加的就比較好算 所以 這邊的話 就可以取log 那這個東西 其實取完log的話 大家可以去參考第一張 因為第一張的話 你取log 這個是告訴我 那你取完log的話 其實就可以拆成這樣 就是 這個 欸 這個函字 然後你去取log 然後就可以拆成這樣 哼 然後這個我就不拆了 因為它 你就是取完log之後 就可以拆成這樣 那 所以你這邊的話 你取log的話 就等於說是我把 原本是成的 變成加的 然後取完log其實這邊 就可以拆成這樣 就可以把它拆成這樣 這這這 喔 可以把它拆成這樣 哼 那拆成這樣之後 其實 這裡的e e e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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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東西其實就是我的 呃... 那個叫什麼? souder-squared-iron 就是我的... 其實你講上是我們的 load-tronk 它其實就是我的 blown-tronk 然後 你拆完之後呢 因為我們其實主要的目的是 讓它 越打越好 那我們 其實理論上 讓它越打越好 我們取完LOG的時候 也是要讓這個LOG的值 越打越好 因為它是一個單調函數嘛 LOG 然後 所以 就讓它越打越好 那要求 呃... 越打越好的值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對它做 呃... 微分 然後取 呃... 那個spatial point 就是取它點名的點 然後去解它的值 然後 所以其實這個解法就等於 我們就對它做微分 那 對它做微分的話 其實 嗯... 就是你這個本次 然後把這個帶進去 然後 對它做微分的話 你就可以裁出 做點名字 嗯 好 那 那... 你就讓這個東西等 因為你要讓它等一等 就是它等一等 那它等一等的意思就是 就是... 這個東西等一等 所以這一坨 就是這一坨 然後等一等 就是要求幾次 嗯... 然後... 其實這個... 這個你去解完之後 你會解出一個... 你的... close form的解法 因為其實這個... 這種... 這種... 這種 linear的 function 你用這樣的方式去解 你是可以解出一個 close form的解 然後這個解的話就是 叫做所謂的 normal equation 所以你解完之後 其實會長這樣 就是你會長成是... 呃... 這個phi其實就是這個 然後它就會... 呃... phi的選錯成這樣 phi然後inverse在成這樣 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所謂的 normal equation 就是你去解 呃... linear function的時候 用... euh... square error 就是你要用l2的loss 就是解的時候 你可以解出一個loss form 所以它其實是有解 它不會解不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你就可以不需要 靠好所謂的vdm 去找你的檔略 你就可以直接 硬幹它解出來 嗯... 然後所以... 然後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所謂的 design matches 它其實就是... 就是... 我的... 呃... 每一個phi 就是... 就是剛剛講的basis function 然後你的x帶進去的尺是多少 就說是不是沒有所謂的by字 嗯... 所以其實你可以解出 你的weight 對應到的尺是多少 嗯... 那... 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就是所謂的 取... maximal margin比 然後你背上這個... 這個... 這個是最常見 我們來解的linear function 會套的loss 嗯... 然後的方式去解的話 就可以解出一個loss form 好... 那... 這個東西的話 假設我們現在考慮 因為前面我們這邊 其實... 在解的時候我們通通都沒有考慮 所謂的bias 因為我們... 我們都沒有考慮到bias的部分 那假設你把bias丟進來的話 你變成是你的loss長這樣 那其實... 你要解bias也可以 你就是對這一個去做微分 然後但是... 你現在要改成對bias去做微分 那你... 去解完之後其實你的bias... 這個... 大家可以微微看 因為你解完之後 你會一堆出來就會長這樣 那... 長這樣的話其實這個... t bar呢... 它其實就是... 呃... 你所有target的平均值 嗯... 然後... training data target的平均值 然後這個... 5j呢... 就是... 你的basis幫助你把x 擺進去的時候 你吐出來的那個詞的平均值 所以它其實代表的事情是... 嗯... 你在training data上 就是你的... target的... 的value跟你所謂的這個... 呃... 由你的位置去做... 呃... 媒體上的... basis function之間的差異 多少 然後就是又靠這個byes 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你加上bias的時候 你就可以... 其實你前面就可以解出答率 但是你這裡就可以... 假設你加上bias 你一次可以解bias 嗯... 然後這個是... 嗯... 就是... 你如果用... 呃... maxfone id 庫的方式 然後去解... 呃... 0.0的方式的話 你的loss 如果是用bias squared的話 是可以降級的 好... 那... 接下來就是... 我們看一下所謂的squacial learning 那這個squacial learning 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們其實應該... 大家應該都... 比較熟知 其實它其實就是所謂... 我們去做batch的chending的部分 因為假設我這樣... 一百萬點資料的話 不可能一百萬點都... 丟到你去解... 我的... 就是所謂的... 呃... 呃... 另外一個... 因為如果我現在... 一百萬點... 假設我的fine 100萬點 或者fine的那個... 百名點會超大 你在算的時候 你會看到爆掉 所以... 這個東西... 假設你現在資料很大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 像前面這樣子 那... 我們可能就要... 變成是... 我們用一些... 呃... 回DM Design的方式去記... 那回DM Design的話... 又不可能一次把資料... 丟進去給它起... 所以我們變成是... 我就會用一些batch的方式... 就是... 然後... batch的方式就是... 我們就是... 比如說我一百萬點... 我每一次都丟一千點進去訓練... 每一次都丟一千點... 那其實這個... 就是... 變成是... 我們會套用所謂的... 規DM Design的方式... 那我的loss呢... 就是... 把所有loss都... 上起來... 那我一樣就是... 我後來的batch呢... 其實就是我... 前一里的batch... 去扣掉我的... learning rate... 然後再... 對... 我的這個loss呢... 這個... 這個的... 呃... 微分呢... 其實是... 呃... 對... 我的loss... 對我的batch... 就是微分... 然後...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呃... 大家應該耳熟了一下... 規DM Design的... 盤子... 那就是這樣... 那... 呃... 這個東西的話其實... 也沒什麼... 這個東西就只是... 把... 我的這個loss呢... 把它... 代掉... 就是用... 我們前面看到的就是... 呃... 我的target啊... 就是我們前面算的... 就是這個... 這個把它代掉... 呃... 哦... 用這個... 用這個把它代掉... 就是... 這個是我們的target... 然後這個是有bias的...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 呃... wilex的那個... 其實這一整坨... 就是y5x... 整個球出來的... 東西... 然後... 所以... 我們用這個把它代掉... 最後面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loss... 換掉... 然後換成這一坨... 這樣... 所以... 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更新... 然後... 其實... 然後這一坨... 這... 這一坨的話其實是... 這個的微分啦... sorry... 這個是這個的微分... 所以是... 這一坨... 你微分啦... 就會長這樣... 因為你微分啦... 它是二乘下來嘛... 然後你的tn... 就... 跟這個... 呃... w沒關係嘛... 然後再來就是... 你這個... 會多一個... 嗯... 嗯... 這一坨微分的話... 其實就變成這個吧... 嗯... 所以... 這個的話就是... 呃... 如果我們資料很大的... 我們不會... 就是... 硬去... 解它的... Normal Invasion... 因為這樣的話你的... Dimension會太大... 所以... 你可以用一些... Squital Learning... 就是... batch的方式去訓練... 然後... 但是這個時候... 你可能就要用... Gradian Descent... 你就不是... 硬解一個... 然後... 這是... 再來的話... 這邊... 呃... 我們會提到呢... 所謂的... 有一些... 呃... revaluation的... 方式... 那這個revaluation... 其實就是... 有點像是... 一個懲罰項... 就是... 我為了不要讓我的... model的... Dimension太大... 然後... 然後... over-fitting... 我現在的資料... 我會給它一些... 是... 懲罰項... 然後... 所以... 那這個懲罰項... 其實... 就是... 其實最主要希望... 我來避免它... 那... 它的方式其實就是... 我原本的... Loss 是這個... 那... 這個的話... 就變成是... 就是我的那些... 呃... 我的linear function裡面的... W... 的... 值... 然後我又給它一個... revaluation coefficient...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 這個時候其實就是... 避免去... 它... 去... infit我的資料... 所以我會點一個懲罰... 就是... 我這邊... 因為這個是假的... 所以... 呃... 如果它太複雜的話... 就是它的值太大的話... 那... 那... 因為... 我的Loss就很大... 所以這個東西是... 抑制它有的... 那... 呃... 所以...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就是... 假設我們現在是用... 呃... L2的... revaluation... 就是... 這個其實是... 很常見的... 就是... 最常見的體驗... 其中一種就是... L2的revaluation... 那它的防止體就是... 呃... 我兩個位置只是取平方... 那... 因為我的位置可能是一個... 然後我這邊可能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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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pose 實際上... W自己... 然後... 然後... 這個二位置其實就是... 一個常數項... 其實... 取不取... 我是覺得應該... 沒什麼差啦... 對啊... 因為這個只是一個常數項... 那... 你整個帶進去之後... 這一坨... 然後... 假設我把這個... 用L2的防止體帶的話... 其實... 就會變成這樣... 那... 這一坨就是我們的... Loss... 這一坨就是你的... 呃... revaluation的項... 那... 其實這一坨呢... 它有一個... 公用體力去幫你做... VDK... 它不想要你的位置太大... 就不想要你的位置... 只是... 太大... 所以... 因為你位置如果很大的話... 你這邊的Loss會... 整個越上升... 所以它其實有一個... VDK的... 那... 這個東西... 其實... 它也有... 因為這個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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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呃... 不是... 你可以講... 這個... 這個是平方向... 這個也是平方向... 所以其實它也有... 所以你其實... 去對它做微分的話... 你是可以解出這個... 就是跟前面這個解出來... 是... 很類似... 你可以解出... 這個... 因為前面假設你沒有加... 呃... Ribreration的話... 你解出來的似乎會長這樣... 那... 你加了... Ribreration的話... 其實解法比較... 就是... 你就是一樣是... 拿它去對面它... 你去做... 呃... 想解... 然後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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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去解... 你也可以解出一個 Close Phone... 然後那個... Close Phone... 解出來的話... 會長這樣... 那其實... 那其實... 就是很像... 那只是它多一像... 就多一像... 所謂的... 當它打成... 就是乘上一個N... 那其實... 其實... 就是多這一像... 就是多這一像... 就這樣... 那... 呃... 這個是L2... 那其實我們會有一些... 比如說... 比較... general的表示方式... 那這表示方式的話... 就是... 呃... 我這邊不一定要五方向... 其實我這邊是... 一次方... 二次方... 三次方... 四次方... 那平方向的話... 其實就是L2... 那就是... 所謂的 Ridge... 的 Regression... 那... 你可以如果放一次像的話... 你就是L1... 那就是... 能大神聽到... 所謂的 Assault... 那... 如果... 呃... 假設你的浪打... 很大很大的話... 就是... 你可以去取得... 一個所謂的... 比較... 呃... spons的 model... 因為你的浪打... 如果取得很大的話... 代表說我的位置只要... 只要有一點值... 我後面的層方向就會很高... 所以這個時候... 我在訓練的時候... 我的 model... 就會傾向於... 一些... 根本就沒有用到... 尾頭把它調成0... 就越調越小... 越調越小... 然後這個時候... 其實... 它會有一些... 會造成你的 model... 會有一些... 呃... 拉得很高... 很高的話... 你模型機器就... 沒辦法太... 太複雜... 面太複雜... 然後... 然後... 是... 所以... 那個... spot身體... 是... 你覺得是來自... 你再打... 面打... 也是來自... 而... 呃... 對... 呃... 因為... 我個人覺得... 因為如果是L1的話... 其實是因為你的位置... 做完之後... 你會長成這種... 這種菱形的... 就是你的... 你... 你... 這... 其實我... 我才確定這種件事... 就是... 你的位置... 假設... 應該是你位置... 可以跑的區域... 會變成是... Distribute位置... 其實有點類似這種菱形的... 因為你... 你假設是L1的話... 你就決定... 所以你假設... 你只有兩個位置... 然後... 然後... 你這邊的話... 它的Distribute... 也會是一個菱形... 然後你的Loss... 永遠都是這種二四項... 所以它... always會是這樣... 原... 它always會是一個... 原的Distribute... 所以... 這個時候你要去找... 呃... 最小級的話... 你就去找他們的交集... 所以這個是L1可以... 可以得到的事情... 但是... 我個人覺得... 其實... 但... 可能你跟我認知... 可能也會有點錯... 如果有些補充的話... 可以提一下... 就是... 因為你的Line... 如果Line很大... 就算不是L1... 那我的Wave如果很高的話... 那我的... 我的懲罰項也會很高... 所以... 這個時候... 我在訓練的時候... 這個Loss... 應該會... 強迫我的... Model... 的... Wave要... 越小越好... 那... 你當然可以零是最好的... 但是你如果是零的話... 你前面這一箱可能就會爆彈... 所以這個是... 對... 所以其實... 它可能會是... 某幾箱是零... 所以你可能會得到一些... 比較spot式的結果... 這是我的認知... 對... 對... 好... 謝謝... 恩... 好... 所以這個是你家人... 而全身的結果... 那... 前面其實... 我們這邊其實... 都是只有提到說... 我只給它一個... 恩... output... 就是我丟給它X... 那我突出來的Y... 就是1... 或是2... 或是3... 這種順利的數值... 就是一個常數... 就是一個值... 那... 當然這種... 這種模型... 你也是可以用在... 意思就是... 我給它一個... X select... 我可能給它一個... X0... 1...2...3...4...5... 然後它吐出來的... 就給2... 它的... 它的P呢... 就不會是E... 它可能是... 一個向量... 123... 這種向量... 就是它可能會要... 這是可以的... 那這個... 這個做法其實就是... 周分前面一模一樣... 那只是... 你這邊的... 如果它有PX... 它奧布出來... 就會是一個... Dimension... 是K的向量... 那... 你的W一樣... 它就是一個... 那它的Dimension... 就是... 那這個M... 就是看你... Input的這個... Basic Function... 的Dimension... 是多少來決定... 當然你這個... 不一定是M... 那就是看你... Input的... Basic Function... 就等於X... 到底有幾回... 就是你的... InputB... 然後... 呃... 這裡的話... 其實... 這本書... 其實應該這本書... 為了方便解釋... 它這邊... 原本前面是假設是... 高斯分部... 就是高... 高線的... Distribution... 那它這邊的話... 為了要方便的話... 它其實就變成... 所謂的... 高斯分部的高線... 那... ISOTOPIC的高斯分部... 跟高斯分部的... 唯一差別... 就是... 插在它的... covariance matching... 就是它的... 那種... 共變異矩正... 呃... 原本的高斯分部... 它其實就是... 共變異矩正... 它本身就是... 共變異矩正... 然後它就是... 多有值... 但是... 你的ISOTOPIC的高線... 它的... 共變異矩正... 就是... 呃... 它的共變異矩正... 就只有... 對角線有值... 而且那對角線的值... 都一樣... 是一個常數... 那... 它會想要這樣做的原因... 是因為... 它說... 呃... 如果我取... 地板的高線... 假設... 你去想像一下... 如果我的... 檔元選... 越來越大... 那我的... Covirus matching... 那個Sigma... 它的檔元選... 那你最後... 你計算... 就會越來越很大... 那... 所以它這邊的... 方式就是... 減少它的... 就是... 我always都是去... 一個... 呃... 對角線向量... 然後乘上一個... 格局正... Identity matrix... 乘上我的一個... 常數向... 然後來當它的... Covirus matrix... 好... 所以它其實... 其實這邊就變成是... 我這邊的... 分布... 因為... 前面的分布其實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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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sigma... 呃... 就是... 它... 它取得... 古斯一般的... 高斯... 那變成是... 埃手法定高斯的...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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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然後... 集結法也一樣... 就是... 你一樣先取ROG... 那取完ROG之後呢... 你原本是... 因為原本這個... 我要取maximum... 然後讓它... 撐嘛... 就是... 我一堆確定 data... 然後... 然後這裡的話... 取完ROG... 就變成... 成了就變加了... 那加了之後... 一樣就是... 你把它... 展開...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這個... 那... 一樣就是... 極值... 我一樣就是... 對它做偏微分... 然後偏微分之後呢... 你就可以取出... 你的... W... 一樣也可以取出一個... 呃... Normal equation... 就是你... 一樣也要求什麼... 就是你就算你是... Multipile碰... 你的... 你... 改善一種不是... 一個常數... 你是一個GAT的話... 也是可以講解... 那只是... 只是你這邊... 這個出來的話... 呃... 的維度的話... 就不會像... 對... 然後... 這個維度的話... 可能就變成...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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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X... N... 應該是KXN... 這個W可能變KXN... 那... 你... 你每一個K... 就代表說是... 每一個... 這一個... 它的某一個維度... 對應到的... 一個weight... 它可能就會是一個Vector... 這個... W...K... 嗯... 就等於說... 你看可能是一個... 二維度的正... 然後你這個... 這邊有K... 這邊有M... 那你這個K呢... 對應到的就是... 你這個 outputVector的... 某一個詞... 那它就是一個... 像這樣... 然後... 乘上你的... 然後... 我們加起來... 可以看其中件事... 這樣...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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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這... 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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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摩登套... 沒關係... 這個你就算... 不用這個... 你用一般的高次分布也可以... 因為... 前面我們在假設它的... Noise的時候... 我們是用... 高次分布... 所以... 前面... 你們... 這裡的... 這裡的... 你會看到它這邊... 其實就是一般的高次分布... 這個N... 對... 那這裡它只是為了... 方便解釋跟計算... 所以它... 把... 原本的高次分布... 換成... 一個高線... 那... 也是一樣... 就是一個高次分布... 只是它的... 這個高次分布... 它的特點... 就只是在... 它的... 是一個... 對... 對... 然後... 我這邊講的... 然後... 所以它... 奧布的意思其實... 是指說它的... 熬布會變成這樣... 就是... 就是它... 它... 它可能會變... 它可能原本是... 原本的常數嘛... 它原本的常數是... 只有... 輸出... Y1... 那它現在可能變成是... Y1... 應該從... Y2... 然後... Y3... 這樣... 就變成是一個... 就是它的一個... 因附近來... 然後... 你的輸出... 是一個... 對... 所以這邊的話... 其實... 都在講這件事情... 然後... 這一個... W... 這一個... W的話... 它變成可能就會是一個... 也是一個... 它這個... K... 就變成是一個... 嗯... Ratter... 就是... 它就變成是一個... 譬如說... 列項量好... 然後... 這一個...Ratter... 乘上... 我進來... X... 可能就會變成... 我Output的這個... K為Mip的其中... 一個值... 這樣... 它其實就是說... 每個... Output... 它就是... 都有... 一個獨立的線性的係數... 成長圓滿... Input Feature... 大家都過目同一組 Feature... 但是係數不一樣... 要得到YY2... 然後... 而且... 它就假設... 每個YY2... 就是... 它們都有同樣的... Variance... 都是Sigma... 沒有... Toverance... 就是沒有... 這兩邊是不是獨立的... 因為你從沒有... Toverance... 做對角線的話... 代表就是... Y1... 就是... 所以它假設... 比較簡化... 嗯... 好... 好... 謝謝... 然後... 好... 所以這個是... 然後... 再來就是... 因爲其實我們... 在算的時候... 我們... 可能有時候會... 常常聽到... 或是... 遇到一些問題... 所謂的... Files... 它的意思就是... 我到底要... 讓我的Model... 一直訓練... 或者是我Model... 變得很複雜... 好... 可以畢走的... 先來訓練一下... 畢得很好... 但是你可能在... 真的... 上Deal... 做Test的時候... 會爛掉... 還是說... 我乾脆... 不要讓它... 爛得這麼好... 但是我上Deal... 不至於爛得這麼慘... 所以這個是... 你要去... 做一個... Tradle的部分... 那... 呃... 可以到... 就算上... He can... 呃... 這是什麼... 這拍到... 呃... 定了 呃... 呢...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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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就是這個的話就是 假設我現在有一群的 這個HS就是你predict的群址 他不是predict的值,predict的值是這個y 這個應該是我的 y應該是觀察值 觀察值減掉你predict的值就是你loss 這個才是loss 對阿,但是就是觀察你預測你用model訓練出一個函數 用這個限定函數,然後再觀察去檢查 就是loss 他其實像loss loss 他的y可能比較像 這個就是最佳的 對,應該解釋是最佳的 就是這個y是我們訓練出來的 function 然後我們x得定用他會的值 然後我的x的話 應該算是就是我現在有一組x 然後我的期望他的最佳值是所謂的x 但實際上這個x應該是無從得值 就是你實作上應該是無從得值的 對,那他 然後這個東西的話就是 我們去算他有一個所謂的 expected the square loss 就是指說我們在算他的loss的時候呢 其實可以推成這樣 那這個推法其實就是 我原本的loss應該是這個 就是 呃,y減掉t嘛 然後 我這邊的話就是一樣就是 減掉最佳值跟加上最佳值 然後這個是挺棒 因為這個是square loss 然後把站開之後就變這樣 然後我再對這個loss去 因為我現在有很多比 我可以對這個loss去做幾分 然後我就可以算出我所有的loss 然後所以其實你就可以說 就是你最後面算完之後 你的loss的總和的期望值就會長這樣 那這樣的話其實 這個意思其實你會拆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所謂的 呃,先看後面好了 後面的話其實跟我們的訓練出來的y 其實沒有任何關係 那就是跟我們的最佳值 假設最佳值 然後以及我們現在拿到全民data的target 之間的差異算出來的東西 那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前面講的就是 你的data always會有一個ε的nose 那那個東西是你沒辦法取消掉的 所以這個東西算是intrinsic的nose 就是你的data一定會有這個 所以你最佳最佳最了不起 你真的幫你找到h of x這個最佳值 那前面這項等於0好了 那你一定還會有這項loss 所以你的loss不可能會等於 就是你怎麼去年都不會等於 這是你比例上來說的話 因為這個是intrinsic的loss 所以你最低最低就是只能達到你loss的分子 好 然後這邊的這個loss的話 其實是指說我的y呢 跟我的比論值的最佳解之間的差異 那如果我現在可以拿到一個無窮大的data set 我可能就可以把我的y去年成h of n 這個時候前面這項就點定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做s 對 好 那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把loss 拆成這兩項 那這一項 那這一項 因為我們目前其實是沒有辦法動的 因為它是data滿身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只會封服在前面這一項 那前面這一項的話 其實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 如果我現在給你一個data set 就是假設d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d的data set 去找出一個函數 就是y 然後你的loss 前面這一項的loss 就變成是你的y的 就是你那個data set 然後耗掉你的領項值的領域 這個 那我現在可能會有很多很多組data set 那我這個到底要怎麼取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都可以取 就是 有一個值得說這個東西 就是你所有data set的平均 就是 因為我可能現在有三組data set 那我就會去算說我代表要找哪一個 那這個時候其實這個data 其實就是你 你理想的 那叫什麼 假設你這樣有三組好了 就是我會訓練圖三組y 然後我就去把那三組去平均 就是它的期望值 的loss這樣 然後其實這裡的話 他就是把這一個東西去一樣去減掉 我們的loss的期望值 然後再加上loss的期望值 這個是一減一假 所以這個還是跟它一模一樣 然後這個東西你一樣去展開 那展開完之後呢 我一樣在對就是 這個data set去取 就是它的期望值 所以變成是我是取這一個 這一坨 然後因為我還有 比如說我很多組 假設我有很多組data set的話 然後我要去取平均值 然後我就去取它的期望值 那其實你取出來之後 你可以把中間這一坨 變成這一坨 變成這一坨 那變成這一坨之後呢 你就會猜成兩項 第一項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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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model的prediction 就是在我所有data set的prediction 然後取平均值之後 跟我的期望值的差距 就是最佳節的差距是多少 那後面這一項你會發現 它其實是指說 我的每一個model的預測值 然後跟我其實這個model 平均值 然後之間的差異是多少 所以其實你會猜成兩項 那第一項就是所謂的bias 然後後面這一項就是所謂的variance 那它其實意思就是 比如說你看這張圖 那你的bias很大的 拉近一點 你的bias很大的意思就是指說 因為我的最佳節本來是紅點 那我的bias很大的 代表說我這些點的平均值離 紅點很遠 這個就是你bias很大 因為這個是最佳節 然後假設我的bias很小 它代表說我這些點的平均值離 它很緊 所以就是low bias 那你的high variance的意思就是說 我每一個預測值 都跟我這些值的平均值很遠 所以意思就是 我這每一個點節 都代表說 是我每一組等它才訓練出來的一個問題 那這每一組 你現在穿的模型 可能它的bias的平均值 可能在這裡 那你會發現其實 它離一個點離 它自己的平均值很遠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high variance 這樣 好 那所以其實 我們在覺得 假設 如果我們現在 假設我們現在有模型 然後它的 我們給它一個很巨大的模型 然後我們讓它一直chain 然後讓它的 譬如說我模型的坦態升級很高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能就會有很高的variance 但有很低的bias 那其實解釋上來說的話 就是指說 我現在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模型 然後我特別對這一顆 藍點的data side 一直去狂訓練 那當我這個模型 套到其他data side之後 它訓練的時候 它吐出來的值 可能就很超遠 所以這個時候 你的virus也不錯很大 那但是這個東西 因為我對它狂訓練 所以假設它的ht 就是掉在這個點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 一直去硬幣它 所以這個時候 我的出來的 這個 y of xd的提供值 可能就會超級接近 h of xd 就是我的最佳計 這樣 所以這個動機就是 所謂的bias variance 的trade off 就是你要去決定說 我到底應該怎麼取 我到底要取很大的嗎 然後很大實驗 真的很小 好 好 那 所以其實 最後面我們來看 就是其實我最後 我們的 我們的loss其實會拆成三項 因為三項 第一項就是所謂的 這個loss 就是我們剛剛看 最一開始看到那個loss 然後後面這一項是 inching signal的loss 我們noise的loss 我們沒有辦法動 那前面這一項的話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它可以拆成所謂的 bias的loss 跟virus的loss 所以你就會拆成是 bias virus跟noss 那所謂的bias的話 就是剛剛解出來的就是這樣 就是 我這些model預測 每一個model預測 它的 所有model平均值 有預測到什麼平均值 跟我的 期望值的差距 然後這個virus的話 就是 我自己跟自己比 就是 我們在不同的virus 預測出來 到底近不近 還是會差的原理 就是所謂的virus 然後這個noss的話 就沒辦法解釋 就是我的最佳 最佳解 跟我的target 之間的差距 那其實就是我noss 這個是沒辦法解釋 所以這個是noss 而一直都會在 這樣 好 那前面這些的話 就是我們之前 比較常見的就是 就是linear的一些model的介紹 那後面這些的話 就是會開始講說 就是所謂用bias的linear regression 不是用bias的方式去解釋linear regression 好 那 這邊的話 其實會講到的是 為什麼要用bias的方式呢 其實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避免所謂的 因為前面我們都是去求它的 maximum的like regression 那它會有個問題 就是剛剛有看到 就是可能會有overputing的問題 那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它可以避免overputing的問題 但是而且它還可以有一個 呃 去決定就是 它會 根據你的確定點檔 它可以去選 它有一個機制可以去選說 你的model的conclass 你要去從頭下吧 好 那 那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你在起手 呃 在做被設計手勢的話 你一定會定義一個所謂的prior 的probability 就是你的先念機率的部分 那 這裡有先念機率的話 它這邊其實最簡易的就是定成這樣 就是 呃 這邊我也是給它一個導師 然後它這個m的話 就是它最一開始 initial維持的 的 模型 initial之後 它的維持的mean 然後這個是它的valence 這樣 然後你就會有一個分布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你 你最一開始的先念機率 就是你的model維持的probability 的分布 那 這個東西的話 呃 它可以去求出 它的correspondent的posterior的probability 然後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 我是直接列在這裡啦 然後它在第二章的時候 好像有推倒過 就是 之前的話有推倒過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就直接列下來 就是你會得到 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找出你的posterior的probability 就是你會有一個 新的probability 然後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你也會有現在這個 這個m的weight 然後 theweight的mean 然後 對它的sender deviation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我給定我們 你組成的data 然後你突出 這個w的 幾率的distribution 這樣 那 其實可以 然後這個m的話 其實就可以看 就是 就是這樣算 就是 大家可以跑來看一下 然後這個的話是它的sender deviation算法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好像是在2.116那邊的推倒 那我這邊其實就沒有列那個推倒 嗯 然後 嗯 那 那他說 就是 就是 prior射程告示的話 你的luckoo也是告示 對 最後還是告示 所以你只要知道它的 就只要看它的 命跟variance 性能是多少 所以它大概是沒有概念 對 只不過它的命跟variance也是複雜啊 對 這個知道推倒 但是這個推倒 我自己 我沒有詳細去推它 所以我覺得 那只有列結果 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這個 因為這個 它 有詳細的推倒 就是第二張的時候 然後 呃 假設你現在是scritual的全聯的話 就是你的feta是1比1比 不要全進來的話 你這一開始 假設你第一比進來之前 你的prior是它 那你的posteria是它 然後這個時候 你第二比再進來的時候 你原本第一比的posteria 就變成它的prior 然後它就會再重組新的posteria 就是後面的進步出來 就等於說是它會一直輪掉 然後你就可以去求你的最後一個結果 好 然後 呃 這邊一樣就是 它為了方便計算 所以它把高斯又換成 0-min的isotropic-lossin 那這個0-min的isotropic-lossin 就是跟前面的0-min-lossin一樣 所以它的cobarance-lossin 就是對角線 就是也是對 呃也是 對跟對角線函數 對角線函數 對角線函數 好 然後這個這裡的alva呢 跟前面的beta不一樣 前面的beta是指說 它是training data 分布的高斯的那個 呃 variance的 導數 然後這裡指的是model 就是你的weight variance的導數 所以這個alpha是 這個alpha的position 是for weight 好 那 你的前面分布是這樣 它是一個導師 那你的 呃 對應到的postera的話 它也不是一個導師 然後 這邊的話其實一樣就是 解函一下 就是你可以解出你的 呃 命跟variance 就是 但是這裡的 這裡的解法 我這邊也沒有推來 但是你就可以解出你的 你的命跟你的variance 然後這邊的話 其實解出來跟前面很像 那 唯一的差別就是 差在就是 它比較簡單 那因為它 你的命是0 然後你的 你的variance 也把它改成 是只有對角反式而已 嗯 所以你解出來就是 分布會比較簡單 那 再來就是 呃 這邊的話 呃 它 喔 它這邊的話是取了 對它 對這個分布去取動 然後取動的話 呃 對它去取動 然後取完之後 你解出來 因為這個是高次分布 你可以寫出一個 高次分布的函式 然後 這個高次分布的函式 你取完之後 就會長這樣 就是你可以去取 你可以 你可以把這個高次分布 寫成 就是像前面最一開始 有一個函式 很類似這種高次分布的函式 像這種高次分布的函式 然後就可以對它去取動 然後取出來之後 你就會長這樣 然後它這裡的話 其實我們也是想要 讓我的t 就是我有t 然後我要找到 這組位置的機率 讓它越大越好 好 那所以這本題可以看到就是 呃 我對我的posterior取動的時候 因為其實 我的posterior的 probability 會正比於likehood 乘上我的prior probability 所以其實 你在取動的時候 它算起來的東西 會是 呃 呃 呃 likehood的sub 然後再加上你的prior的 值 然後其實 你 我們這邊最重要的問題 是要maximize它 那maximize 這一個東西 其實就是minimize 因為這邊全部都是我的話 所以其實就是minimize 然後 呃 其實可以看到的是 假設我現在是用 呃 呃 背式的方式 去推這種linear model 的話 假設我 假設看這張圖 那我現在沒有任何一個theat point 那我的it code 就是沒有 因為我沒有theat point 所以我無可分的likehood 就無可分的這個東西 然後 我的posterior 它也會就是一個 就是 因為它就是 因為我們這邊定義的posterior 就是一個導視分部 所以你這邊也換成 一個導視分部 這個是posterior的prior probability 這個是likehood 然後這個是data的space 就是data的角度 那這個時候假設我給它 一顆全靈data 它掉下來之後 然後我們就會有 這一個相對應的likehood 是多少 然後 以及它的posterior property 可以求出來 然後 這個 然後 假設我再給它 一顆全靈點 然後現在有兩個顆 好 因為我這個是 假設我現在是線性函視 我現在有兩顆的話 那 呃 我就可以把我的posterior probability 原本從 假設我你的範圍 就沒有這麼大 就等於說是我的W1 跟W2 可以在這中間去跑 可以隨便選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把它 壓到這麼小 那原因是因為 呃 我們只要有兩個點 我們就可以決定導線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出來的機率 的posterior probability 的機率的話 就可以把它拉到很小 就等於說 我只要兩顆點 我這個W的話 就會比較好決定 所以這個是 呃 用倍式的方式 去求 linear regression 那 呃 這裡的話 要講的東西是所謂的 因為我們前面其實都是 都是在講說什麼 喔 我有拿到一個 training data 然後但是 我要找的東西是我的W 的distribution 但是其實我們這段目的 是什麼 這段目的其實是想要說 喔 我現在有training data 然後我的alpha 這個這裡的alpha 就是 剛剛講就是model weight 的precision 就是它的virus 的档數 然後這個是beta 就是我的 的data 的valuance 的档數 所以其實我想要說 我有data 然後我有weight 那我要找到我的 之後我有新進來的 喔 這個 這個的beta應該就是 新進來的資料 就是我新的data的beta 然後我新進來的data之後呢 我要找到它的 對應的pe是多少 這個才是我們的 最終目的 所以這邊的話 它在講說的是 那我們應該可以用這種方式 去做一個predictive 的distribution 就等於說是 我有tuning data 我有alpha 我有beta 可以找出 就是我新的資料體 來從它的beta 然後我點去推出 它的t是多少 讚 然後 這個東西的話 它 你 它 嗯 這個 這個東西的話 它其實直接 把它變成這樣子的積分 但我自己 不是很確定為什麼 它可以 它會等它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 可以 那個第二項 那個第二項 就是 posterior 這個是 所以它是一個 幾率分布 W幾率分布 只是posterior 那等於是對posterior 幾率分布做平均 去做condition 喔 OK 那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lip 它會覺得是 對 它等於有一個位置 不做平均 平均 那平均 over posterior 大概是這樣看 OK 直覺上是沒在看的 然後是說 PTE 就是 TTE 代表有對待的基本表 就是那些固執檔還是一樣 OK 好 謝謝 然後 因為我的 因為這一個 POSTERIA 跟這個來源的估計 基本上就是 都是告訴人物 所以其實我們要找的這個 Predicted Distribution 它本身也是一個告訴人物 因為告訴人物已經告訴人物的單寫了 所以是一個告訴人物 所以其實它這個東西的話 它是指的意思就是 這兩個東西其實是你對兩個機率分布去做討論路卷 然後這個在 它有推導 但這個推導的話我本身就是沒有特別去看它 但是你這個做完之後 它其實就可以把它佔成這樣 就是你會有得到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就是你還是會得到一個告訴人物 就是你把那個告訴人物做討論路卷 然後你會得到另外一個告訴人物 然後這個告訴人物的話 就是你的 Predicted Distribution 就等於是我給你全民的 T 然後 Alpha 然後你新進來的 X 之後 你可以知道我這個 T 值可能的分布是多少 還從那邊去不大 所以我到底要預設什麼值 這樣 然後這裡的話 它有一個所謂的 Sigma 平方的 N 那這個東西的話它其實你就是 這條東西看推導 就是你推導完之後它會長這樣 然後你會有一個 Beta 值 然後這個 Beta 值就是你 Noise 就是你 Beta Noise 那這個就沒有定點 沒有辦法定點 然後這個 SN 呢 它其實就是對應到你的 Weight 的 Uncertainty 就是指說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是 我們都自己去分布 所以我們不會有一個定值 所以它永遠都會有一個分布在 所以它其實這個 SN 代表就是它的分布 那前面的話其實有一個 其實就是這個啦 就是這個 這個 然後這個東西的話 它其實就是 只要你有越來越多內行進來的話 那這個 Weight 的分布 我們就可以越確定 就是我們可以越定著它 然後這個時候其實 假設我們現在 N 區域無窮大的話 那這一項就可以把它規定 就等於說 我們可以非常確定這個 Data 的分布長成這樣子 然後我們可以長出一個 外面的曲線這樣 所以其實你看這個圖 就知道就是 如果我只有一個點的話 我們這個紅色 粉紅色的區塊 其實就是它 最後面 Entreting的環環的所在 所以其實你會想說 假設我點數很少的話 因為它的粉身體很大 所以它的 distribution 會很大 所以這邊的點 都是它有可能 可以跑的點 那假設你有兩個點的話 中間就會塞下來 那如果你有更多的點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的不確定性也是更小 因為我 預測出來的點 會在這個 短波特區塊之間 這樣 然後 這邊講到的是 在貝斯的裡面的話 它怎麼去做 model 的選擇 因為前面有提到 是我們在 一般我們在看電影 來講說 我們會有問題是 可能會偶爾比頂 但你偶爾比頂 這偶爾比頂 要怎麼去決定說 我要怎麼選model 那 在實作上 最常用的方式 其實就是你去做一件 可能會做一件 post感的方式 去決定說 我到底要去買一些model 那 貝斯的話 這邊的話 其實在講說 就是用貝斯的角度去看錯誤 到底要怎麼去選擇我的模型 就是 那 呃 假設我現在就是 有一個一個模型 就是 假設我給我一個 一個L的模型 就是可能從 F1到ML 這麼多 的模型 那 這些模型呢 就是 它會有自己的 ostereo的distribution 那 這個意思就是指說 我給你選擇s and 那 你有可能給我的模型 可能有 L個 那 那 每一個它到底是怎麼分別的 那這個東西就是它的 posterior distribution 就是屬於 model 就是你以辭職全力的打 你要找它的model 然後 這個東西是 每一個model的 先驗機率 就是它的prior distribution 那這邊的話 其實是假設說 每一個model的prior distribution 是一樣 就是我有點L個 那每一個可能 每一個機率都一樣 這樣 然後 這個東西的話就是 它的model evidence 那其實就是 所謂的likeable 就是一樣就是likeable 所以其實 你的posterior就是證明於 你的prior 是那裡的likeable 那 假設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如果有了 就是我們的model的posterior 的distribution的話 我們其實也是可以 我們可以 我們就可以去做 這邊指的意思是 就是說我們可以去做 所謂的prediction predictive distribution 就我們前面講說 我們其實最終路 以上拿的題 但我們現在要取model 那所以我們現在有 有d 然後我有x進來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去做一個 這個 呃 就是 呃 我講一下 我講一下 應該 我這樣也少了 就是我們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L的model 那假設我現在有一組 data 全體data是d 然後我有一個新的x進來 那我要怎麼拿去求這個 相對應的predictive 那我現在要L的model 那其實我就是把 這L的model 所有的可能性 全部加起來 然後讓它在一趟 這樣子 就是取平均值的意思 就是 因為我才有L的model 這個東西是 它的 呃 一樣 就最後面的也是 對 model pasteel 對 這個model 再對這個就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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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個呢 就是 這裡的model 就是 這裡的p m i tml 就是 model 跟剛才的t w 就是 就是 是一樣的事情 純粹講 就是 這裡model 你剛才講的 那個p m 跟p w 就比 p 你剛剛說過 還是 model是什麼事情 呃 其實 其實 剛剛請你講的那個是 那其實你 那其實你 其實我的理解是你 那樣的意思 就是 但是這裡的話 因為我要強調是 就是這邊他們要強調的事情 就是 怎麼選model 所以他這邊不用w 角式 因為其實你打w 假設我現在是 假設我現在取出來的 第一個就是 你打w 是 根據我的 model的posterior distribution 然後去 前面去取平均嘛 然後 然後得到我這個 最後面我要 credition 的distribution 那這個東西 因為他是取average 那假設我們現在要做一個 approximation的話 其實最好的方式就是 我們去選一個 呃 機率最大 的 模型 然後來當作我的 approximation 來當作我的 average approximation 就是找一個 score 或者posterior的 distribution 是最高的 只是他的機率是最大 的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他們 這個行為的model selection 所以我們只要取一個 距離最大 好 那 那 所以現在的問題會變成是 就是我們現在要 我們現在變成是 我們現在要圓形全力 等一下地 然後我們要弄一個 呃 model 然後讓這個機率是最大的 然後就是要取那個model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model的ipad2 這個 然後 呃 所以變成是 呃 因為這裡的w 就是你每一個model 都會有一個w 然後這裡是 呃我看一下 這個piece 應該是 呃 對 假設這個model 是一個 參數化的模型 所以現在用 用w這個權重 大概 一個 0.0.0 1.0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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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把這個mi 把它參數化 用w來參數 這樣 嗯 因為這裡看起來 它好像跟NV有一些不一樣 它是 好像 它全部架起來 因為它對它 單純進分掉 你當中如果說 我本來想 是不是 一個特定的 一個w 就對你 好 我現在帶小的東西 其實是 它 欸 你把這個 一個特 可是你如果是一個特定 拿你 就是最大的w 對 因為它現在好像 這 你等這個w 然後它好像還把它 靠自己加進 嗯 我自己也不是很懂 這一款 就有點 抱歉 嗯 Tabletus 應該是那個 分母 類似公司分母 對 對對對 所以它只要算 它算那種 說 那如果說 這個model 是 被參數化的 它是把 它全部加進去 的積分型 把分 因為下面的分母型 就是分子的積分 AS定名 就是把分子 來購物成上 成上 成上 Prior 的積分 一 這等於下面的分母 噢 是嗎 是嗎 所以大概 又被寫的 嗯 這個積分子是上面的分子 它積分 對 那個就是 嗯 OK 就寫來有點 對這個 其實這裡就是對 對 就是這裡就是對它的分子 就是幾分 然後你如果 好 那這個意思是說 Ni這個model 弱 可是它的 它的 Rs 比我們 一代 它那個 Condition Ni 只是 我覺得有更多寫 其實就是 這個model的成績 其實本來 在寫 在做 右邊那個 Posterior 其實這裡它就是 就是你要找一個 機率最高的 魔性 出現的機率 嗯 然後 這裡的話 就是 其實它這裡做了兩個假設 第一個假設就是 如果我們的Posterior 的Distribution 它是一個很shark的 一個p 的Distribution的話 然後 以及我們的Prior 它是一個 就是很扁平很flash的Distribution的話 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把 上面這個式子 簡化成 下面這樣 那它的意思是指說 呃 呃 就是看這個圖 就是假設我的 我的 紅色這一個 它其實就是我的Posterior Distribution 假設它的Distribution 是長這樣 就是它把它簡化成這樣 那所以其實它就可以把 這一朵式子 然後這個東西 變成你所謂的 Posterior Distribution 然後 前面這個 就是變成你的Prior 因為你的Prior 是一個很flash的 Distribution的話 那 這個時候 就可以把它直接 變成是它的 導數門之移 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是根據它 這樣子的假設 一個簡化 出來的結果 好 所以其實 呃 最後一個可以知道 就是 呃 我給你一個 模型的Distribution 然後你的P 就是你得到這個 這個DataSet的 距離是多少 就是你這個模型 可以眷住這個Prior 在的距離是多少 然後這個時候其實 呃 我們可以左右兩邊取漏 那取完LOG了之後 這個就會變成想成 會變成想成這樣 然後 呃 這一個的話 這一個Term的表示的意思 其實就是指說 就是呃 我們現在是 呃 嗯 其實我們上上這個 這個越大越好啦 因為它這個其實就是 我給你一個 最可能的參數 然後你 你這個模型 可以突出這個DataSet的距離是多少 是可以FIT 符合 可以FIT這個DataSet的距離 然後後面這一項的意思 他也就是所謂的呃 懲罰項 因為前面他們有提到就是 他可以去針對你的 呃被遺失的Model去遺免 他做O2D 其實就靠後面這一項 因為後面這一項的話 你的 呃 這一個 呃 呃 永遠會比他小 就是你看一看這個DataSet裡面的話 就是他 他其實會比他小 所以這個指標也是負面 然後這個時候 其實你如果 Model開始你越高的話 這個時候你這個指標會越低 所以其實RWIN這一項就是 指說他 為什麼可以用Base的方式去 呃 避免讓我的Model可以去 直接去避免他的Model可以O2D 然後避免他去O2D 然後 這個就跟我們前面講的一樣 因為前面講的話 其實是 就要靠一些RWIN的方式 來去避免他去做O2D 那這個時候其實 以Base的角度來看的話 他其實本身就可以用G6的方式 來讓他 避免他去做O2D這樣 然後 呃 所以其實這個 這個東西的話就是剛剛 呃 你取完LOG的時候 就會長這樣 那其實前面的話 這邊的話我們就只有說 假設他 那只有 呃 一個 就是你的Model 只有殘述 只有一尾而已 那這個時候你如果有M尾的話 你這邊就其實再多一個M尾 就是你的Model的殘述 假設你有M尾的話 你這邊就再多一個M尾 就是 推倒機是一樣的 那 呃 這邊可以來去看一下 如果是我的 比較simple的Model 或比較complex的Model的話 呃 他的分布大概就是怎麼樣 你去看 你去看 假設我這個D D-Wave呢 是我的Model 可以Fit 這個 呃 的Dataset的 分布 就是他可以Fit 哪一種Dataset 然後就是 呃 如果我的Model 是很簡單的話 那他就沒有很大的建立性 所以其實他可以 Gend出來的Dataset其實就很小 這邊可以 這邊可以Gend的Dataset 意思應該是 我的理解是 可以Fit的Dataset 就是如果你用 想看你要取締 你就代表什麼要Fit 那個Dataset 然後 呃 如果你的Model的 complexity 越高的話呢 那你可以Fit的Dataset 的Rain也會比較多 比較高 就是你可以Fit Dataset的Rain也會比較高 所以他意思就是 你Generate比較多 不同 多樣性變化的Dataset 都可以Fit 對 好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們前面其實 其實 在講 第一個 這邊的話是講說 就是你Base要怎麼去做Model 的Comparison跟Selection 然後 這裡的話就是講 就是他要去做Evidence Approximation 就是如果我現在 905千0的 Data的話 那我會看一下 嗯 對 對 圍著上我們現在要讓Evidence 那個最大的Model 對 對 對 六十個Model 那個卡 對 對 就算是他們 對 就是我目前的Evidence 這樣 嗯 呃 呃 這裡的話 這裡的話 這裡要講的事情 是怎麼要對那個Evidence 去做Aproximation 就是你去求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Aproximation 那其實它這邊會先設 就是對我們的Frior去設一些參數 那這邊會設所謂的Alpha跟Beta 那其實Alpha就是前面有講 就是我們的Model它的Precision 就是它的Variant导數 然後Beta也是哪 你Data Noise的Precision 就是ChainingData Precision 然後這裡的話 這個T的話其實就是 你有個ChainingData 然後你的Predigent distribution的話 其實是你可以去做這樣子的計算 那它其實就是 這一個的話 應該是 呃 你的 這個是 Model 的 這一個應該是 這個是 一個 那個 這是 接着是准备,准备了准备 准备准备准备 然後當作變數 那在之前都提到的就是固定 辦法沒有暫時固定 呃... OK 然後呃...對 那這裡的話它可能就是 redimed distribution 然後它是針對你的 因為前面的話我們其實是 沒有去對你的alpha背景做積分的 我們前面的話是只對你的背景做積分 沒有對你的alpha跟背景做積分 然後這裡的話 我們一樣考慮你的alpha跟背景做積分的話 那這邊的假設計跟前面一樣 就是我們會假設 因為前面的話是先假設我的prior是一個很sharp的 然後我的posterior是一個很sharp的 然後我的prior是一個很sharp的 然後可以去把它做簡化 那這裡的意義其實一樣就是 它去假設說我的... 呃...我的posterior也是一個很sharp的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會知道 呃...這個時候假設它是在 alpha、hate跟beta、hate的地方去 那defriorment的sharp的點 是在alpha、hate跟beta、hate 其實就是前面的這裡 那它這裡的話可能就是你... 因為你前面只對v做自己分 在前面只看v 那這裡的話它就是指說 我對我的alpha跟beta 先假設它的defriorment也是一個 sharp的distribution 然後...呃...所以你就可以把這個式子先解化成... 就可以解化成這個式子 那...呃...你的...所以其實它這邊我們最重要 呃...這一個我看一下它的...呃... 這一個是你alpha、beta的posterior distribution 它其實就會...呃...跟前面一樣 其實就是正比就是你的...呃... 呃... alpha跟beta的prie 然後乘上它的...呃... likelihood的function 就是正比那個 那其實我們其實最主要提示到 Holmes在這個上面啊 就是...我們的... alpha跟beta的poster distribution 那...呃... 這個的話我們...我們其實一樣你可以從... 也可以用那個...呃... alpha跟beta的poster distribution 我們一樣是可以去... 跟前面一樣就是對... 對它去做...呃...所有的可能性 去做幾分的平均 就是把全部加進去 然後其實這邊的式子呢 其實是它... 最終目的是要推倒你的...呃... log形式的marginal來推入 就是你...其實這邊其實... 最終目的是要推倒這個 就是這個 所以其實這個的話... 中間的話大家可以...呃...看一下推倒 因為那頁推倒其實很長 對...所以其實這個東西是推倒 那中間的話其實它就是一步一步的... 推過去 然後最終目的是要推倒這個 推倒這個 然後...呃... 呃... 然後最後面這個的話其實...呃... 就是...呃... 我們已經求出這個了 就是我們有它的...呃... posterior distribution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 根據我的alpha跟beta 然後去找出我的target的t 然後...其實這邊的話就是我要解... 就是... alpha是什麼...beta是什麼... 那其實要解的方式一樣就是...呃... 對它做圈圍分 然後讓它declin 那只是它這邊的話... 這一開始的話... 只要先假設... 有一個所謂的... 對... 那這個東西的話...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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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這樣... 然後...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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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應該是... 這樣... 然後...呃... 呃... 這個其實就是... 對... 就是你中間在其中一個推套是... 你可以推出這個... 這個alpha 它其實會長得這樣 然後... 這個的話... 呃... 我們先... 這邊的話其實是先... 對... 就是對這個alpha 就是用挑戰的是alpha 所以先對alpha做圈圍分 然後... 去求出... 這一個的... station point 就是... stationary point 就讓它等一等的話 其實這邊你可以解除你的alpha 它其實會有一個定值啦 就是你可以去解除 alpha的值 然後... 這個alpha的值解出來之後 呃... 你如果... 我們這邊其實在解... 就是用同樣的一個同時 然後變成是... 我們這邊是解beta的值 那你解完beta的值之後 你把這兩個式子... 帶回去原本這個的話 我們就可以求出這個distribution的... 的... 分佈的值了 這樣 這個是... 這個是這邊... 這邊的講法 我... 可以問一下... 嗯... 這兩方實在它... 目的是要做什麼 呃... 目的是要得到什麼 或者說目的想要... 呃... 目的的話 其實是... 我們想要這個posterior 然後內體值取得最大值 就是我要知道 我們那個alpha 那個beta 是可以讓它最大值 這個是... 代本部嗎 就是...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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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現今的... 倍是... 甚至可以進行中 有很多... 後面的... 都... 然後... 它有... 然後給一下... beta那些... 微度... 那個有效微度... 什麼... 感覺上... 這樣... 所以... 對... 因為你開動一些... Evidence... approximation 就是說... 它現在就要透過你... 那個... 有一個... 有一個... Evidence大概近視的公司是什麼 嗯... 那... 它... 它... 它對... 它對... 對... 最大的... 是... 針對哪個... 在哪個地方... 嗯... 它對... 最大的... 好... 我們再看... 嗯... 這個是... 我自己的理解... 那我覺得可能... 如果有誤的話... 可以再提點一下... 這樣... 好... 然後... 其實... 這個的話... 就是... 它... Basian的Linear Model的... 最後... 然後... 其實... 它這邊的... 呃... 其實... 我們... 這邊的所有的... 它都會有一個... 問題存在... 就是... 它其實是... fix的... 就是我們的... 那個... file值有一些... 或是... trior的... 就是... 事先先定好的... 那這樣會有一個問題是... 呃... 就是... 這些東西就是... 就是你拿到... 事先先定好的... 然後你用... 全力去... 然後... 這個會造成一些問題... 然後... 這裡的話... 它會有一個... 就是... 呃... Dimension的問題就是... 呃... 呃... 我們的... Basic Function的個數... 會隨著我們... Input Data... 假設... Dimension越來越高... Basic Function... 所以... 這個東西... 它會有一些... Dimension的問題... 所以它後面的章節... 會解釋... 它可能會用一些... 其他的方法... 去解... 呃... 所謂的... Dimension的問題... 好... 那... 這個的話... 是目前的分享... 我們今天... 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 謝謝快虎... 謝謝大家... 花很多時間... 準備... 這個... 可以...